大家好,我是五仔 这一节跟大家讲反黑 请大家给个赞支持我们的广播 以前反黑我拍了一套反白 现在就不敢拍了,现在不能拍了 以前什么都不能拍 现在不能拍了 反黑是讲反黑社会的 陈小春是男主角 也不错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这么不错 搞到拍那套资金周转不灵 拍到要全线停工 里面的演员有很多人 有肥妈,有陈小春,陈国坤 个个都是亿万富翁 拍电视剧 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但也不用你十分一身家 可能三十分之一身家 上次那套都好像全球大卖 全球大卖名赚的 这套我都打算看 为何你的资金会弄一弄一弄就不见了 去了哪里呢 为何要弄到全部停工 他今集有谁呢 有肥妈,有陈山聪 当然了,有我的好朋友张建昇 张建昇做得最好 你问我,我觉得是 小丑吧 不是,那个是扮什么呢 叫做 招职 是招职 我跟阿招职那时候 我记得在维园拍过那条片 他那时候是招职的 为何呢 为何他弄到这样呢 你们为何自己不投资呢 研究一下 谢谢吴仔 大家好,我是飞龙 今天想说一下 反黑二 近来传出 因为资金的问题 全面停工 但大家知道 反黑第一季的时候 口碑是极佳的 首先有陈小春 陈国军 以及王合起 一起主演的网剧 当时分别在优浩 和Netflix都有播放 想想 当时连Netflix也吸引到 去买来播放 第一季的时候只有30集 但到了第二季 已经由原本32集增加到60集 当然了 投资亦因此而增加到2亿港元 陳小春是否糟糕呢 竟然啪啪 難道南美 那麼厲害的投资都可以南美 一句报道 除了原本人马之外 還會加上 謝天驊 MCG 陳盈 肥媽 江家敏 陳山聰等人 只是演員都涉及過百人 為何籌備得如火如荼 突然間說資金問題而撒停呢 本身這套東西 邵氏也有份 不過邵氏只是肯投資一千萬 因為據知反刻意 其實由去年11月 已經有開鏡儀式 之後就正式開拍 但你轉眼間現在已經有四五個月了 拍拍拍停工 搞到不少演員 年累日日沒有公開 復工無期 據報道 因為投資額2億 嚇責不少金主 搞到 現在他們還要找一些新金主投資 報道就是這樣說 希望四月底復拍 但我怎麼看呢 其實我很多時候都知道 即是拍起這些東西 其實他們是分幾期付錢出來 給客人突然間斷了一年 所以他們就要其他人過來頂 否則就不夠資金拍下去了 其實陳國昆或陳小春 他們都很有錢 為何他們不投資拍下去呢 我說不是這樣看 邵氏那麼不有錢嗎 邵氏 只是投資一千萬 佔整個成本只是二十分之一 這麼大的邵氏都是投資二十分之一 有時候這些風險成本要攤分 你不找多幾個有實力的人攤分 到時那些發行搞不定 就不易回本 很多演員 他都是只懂得演戲而已 或者最聰明已經懂得製作 例如周星馳懂得製作 周星馳自己製作 以前演完 現在不實現了 他自己也不投資自己的電影 他也是找金主去投資 要明白不是那個劉德華嘛 就算劉德華 他也不是所有電影都會投資 熊之先生也沒有投資 他也是代過演員費 你看看熊之先生 2億6千萬的投資 才收回9千5百萬 不蝕到死啊 當然啦 這件事關兆氏的事 那些人先爬咪在那裏說 阿里集團未來五年會投資50億港元 在香港的電影電視劇 以培養年輕藝人等等去演出 有人問 為何不找阿里一起投資呢 那你不知道Party和Party之間 大家怎樣談 或者有些項目已經談完 或者有些有抵觸的事情 現在最主要是突然間斷了一年 也不是你集團裏面的計劃 雖然有可能當中有些Party是重複了 但始終其實 在參加一個項目裏面 其實你要研究一下為何突然斷練 老實說 例如現在說 反黑二 60集 要投資2億 你計算 平均300萬一集 不便宜 最初的時候 吹到很多人演出 例如張耀陽 黃秋生 鄭耳健 但最後這些全部都沒有演出 只不過他們想著 是否古華仔元祖的演員 可不可以找他過來演出呢 早笑我 我看到他們最初的計劃的時候 不知道是否 因為有Nervis 的參與 即是上一季 這季我不知道有沒有 那時還說找國際級過來 又會找荷里活明星 又會找送本宗 重量將這套國際化 當然我想現在不是 話說第一季受歡迎 除了幾名主角 陳小聰 陳國坤 李燦森 黃合棋之外 還有很多時候 在每集裏面 都有不同人的特別演出 例如第一季有陳慧敏 很多時候演出黑社會大佬 過來演反黑 更加人的期待去看 有吳萬達 吳多傭 吳嘉麗等等 但反觀看這一集 即是我也說了一些人 有陳山聰 江家敏 陳瑩 肥媽 上集很多時候是電影的人 這一集 為何變成TVB的人 他們覺得那些屬性 都會削弱了些 不要說這些有影響觀感 雖然如此 那麼多傳聞 突然停工 其實最新的消息 反黑自己的網站 有發表聲明出來的 他就說 首先他說感謝各界對反黑而的關注 劇集因資金問題 而暫時停拍的情況 他們會鄭重向所有影響的演員 工作人員致以真誠的協議 但我們強調 本劇的拍攝計劃 是不會因此終止 只是暫停 不是終止 反黑其中一位主要投資者 屬海外基金 跨國匯款手足比較繁複 資金到那時候 時間就受了一些拖延 所以拍攝期而影響 他們說現在的匯款已經順利逐步通過了 並於短期內到位 所以相信會是短期內已經復拍的會 叫大家不要擔心 其實會短期內復拍 剛才我們聽過那些報道又說 找金主不關事 只不過是外國一些匯款上的 手續上的繁複 搞到拖延了 現在拍戲的事情是這樣的 很多時候 起碼要收到上期各單位才會拍的 起碼要收到一半錢 甚至有些單位是說 我預先要收三分一 我到場那天我要再收三分一 完成之後再收到尾數 因為韓國很多時候太多拖數的問題 所以如果不收到前期的錢 大家是不肯拍的 當然有些網民說 網上很多時候的東西可以很取巧 說有時間的 有可能等七年就可以 說短期內有可能等七年 你這個短期內定義是什麼 早前見陳偉有些報道裡面 他也有份演化卡意 他說過年之後 都未開過工 那年至到現在多久 都有成 過幾兩個月 還有他的氣氛 他說他還未拍 他的氣氛 連劇本還未收過 所以之前有些演員覺得 會不會拍不成 還是一些Source of Fund的問題呢 因為你知道香港銀行很多時候 過些錢 喜歡查你三代 假如你每天都超過百萬 超過百萬 超過百萬 這些情況 你會 驚動金管局 但老實說 有時候真的不太明白 每天超過百萬 其實 基本兩三個月都超過了 報道說海外基金 會不會其實是內地金主破裂呢 你知道有時候他們 你們對外公佈的事情 跟我們實在知道的事情 是不一樣的嗎 早笑的 有些人說 可不可以把杜拜王子的故事放進去 不知道 因為 其實你的反刻 不是說現在的時代 是說之前 那你又不可以把最近的故事放進去反刻 最初我在想 會不會有些 如果涉及到外面的投資者 你知道 香港最近是 立了二十三條問題 會影響某一些投資者 不投資原本的項目 我就是這樣想 現在說不是 唯有我聽著才是這樣 還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反刻一》 其實之前《反刻一》裏面拍攝的東西 是說回以前 一些 貪污的事件 之前其實也有不少的情節被人投訴 與事實不相符 最明顯 例如說到1969的時候 當年的警隊 其實全名叫 王家香港警察 但戲裏面就沒有了王家兩隻子 另外香港警察 你看到現在 全部穿了藍白色的警服 但這個在2003年才會更換 例如一個故事在1980年代 那些藍帽子其實全部都穿了 軍裝綠色的制服 如果你以前有看 成龍那些電影 或者某些香港的電影 其實不用電影 有人看新澤師兄 有時候有拍到一些人穿軍服 很明顯是 不是那一隻來的 跟我們現在那一款 以及以前好像沒有換季 那些制服 但《反刻一》裏面 那些軍裝從囊小隊 其實就是王家香港警察秋季的制服 那些人說了一點 與當時不相符 有些犯的更誇張的問題 例如 他們拍過一段時間 故事裏面是說了殖民地時代的香港 那些警署中庭應該是懸掛英國國旗 但是套戲裏面不是 是掛那支旗是香港旗 甚至一些小的問題 例如 我想大家知道 最初王妃來香港做歌手那一剎 是叫王正文的 基本上王妃去到94年底 他才改名叫王妃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由胡思亂想那張碟才改 但套戲 例如《反刻》第一季的時候 第四集 設定的年份是在92至94年之間 但是裏面李參參扮演個安仔 就說去看王妃演唱會 咦 那時候還沒叫王妃 這次要收集做得不夠嚴謹 所以第一季的時候也有不少問題 甚至我不知道記不記得 大家最初那時候《反刻1》 就在YouTube播放 到了27集的時候 因為非常之血腥暴力 當時YouTube還黃標了 不知道那一集會不會影響收入 最好笑的是 連警隊的裝備都可以錯 例如他們裏面是說90年代中的故事 當時 是採用直拔式的槍套 到了2000年才開始 使用橡膠手柄的左卵手槍 但你發覺劇中的警員 80年代已經用左卵手槍 像橡膠柄的左卵手槍 所以這些東西為何會錯呢 有些東西我明白 有可能 不想殖民地色彩那麼濃厚 所以有些東西他們 避忌 但是槍也可以坐 真的不太明白 這些不是跟殖民地時代的東西 如果真的有那麼多東西避忌 那麼害怕 不如索性不要拍這個年代 所以我希望第二季 不要犯那麼多這些錯誤 其實之前大家都提過 有些錯誤 第二季應該會改善 其實香港本身也很期待 因為始終 你想想現在香港拍劇集 這些是劇集來的 這些不是電影 很少拍劇集 會拍到成本這麼貴一集 更難得本身他們拍攝的那一副 是與原聲去拍 只當拿回大陸的時候 是改成普通話而已 所以第一季的時候才能引到 連Nervis也有興趣買了整套 在他們播放 不過老實說 現在香港 整體上吸引外面的人 看他的電影就越來越少 首先香港現在的題材拍得很狹窄 我不知道 為什麼呢 這幾年有人想 因為輕本土意識 經常拍的那些題材是很少眾的東西 並不是以前外面的人 很想看香港那些類型的電影 有可能 功夫片拍得少了 現在有幾個功夫片 即使是警飛片 又被人說內容比較空洞 最主要香港是拍 很多有關社區的東西 社區的東西外面的人 其實是沒有什麼興趣看的 以前香港電影 很棒 因為 香港電影以前沒有什麼演員規限 單看畫面都覺得很精彩 那些殺手 警飛片 功夫片 全部都可以外銷 加上 當然現在外面的人都拍得很厲害 現在人人都領先 你看看 韓國已經過了香港 沒得說 日本現在的電影的節奏 都比香港厲害 你看哥斯拉特的特技 去到泰國 都已經過了香港 有時看到台灣 雖然製作的成本 不是很高的 但很多東西都拍得很漂亮 香港 真是奇怪 有說過香港 現在有工會 那些 所以令到製作成本 其實是很貴的 不是每個人這麼願意 在香港投資拍戲 有人跟我說過 有些東西拍攝的成本上 比韓國更貴 不是啊 韓國這麼大 有市場拍攝的東西 拍得這麼漂亮 香港的成本竟然有些東西 比韓國更貴 我看到 沒有說什麼 現在有時候在越南 有些東西拍攝的東西 都不會訊息過香港 我看到YouTube 有些給小朋友看 因為我女兒經常看很多 這些小朋友的影片 有些拍得很漂亮 原來那些是越南 還配搭英文 反而香港沒有人拍這些東西 真是奇怪 還有之前說過 現在有些打動拍的電影 兩分鐘一集 總之組織幾十集 加起來到時是90分鐘至120分鐘就可以 現在六成的影視製作 內地都是拍這些東西 拍這些東西 一來回本快 差不多都賺硬錢 最重要是因為打動拍 打動拍其實主要都是拍個人 後面的層次背景的東西 不用太雲偉 很多時候就算背景重複 大家都不太介意 因為主要是看到人 最重要是故事就要去得快 兩分鐘就要有一個高潮 不是怎樣令人不停 逐集追下去 最主要就是這些電影 可以拍攝成本很便宜 我看到有些人跟我說 就算他們拍了90分鐘至兩小時 有些製作這些所謂的短劇 網絡短劇的東西 成本一百萬都不用 一集 90分鐘至兩小時 一集不用一百萬 吸引很多投資者去投資 還有一些故事模式可以翻炒再翻炒 這些對主角受歡迎的 可以拍六七八款都是這個格式的 但裏面好像是平衡世界的故事一樣 那些人照收貨 有網片大家很貪心 沒甚麼所謂 有時有人上班那程車很長的 就看看這些片 這類東西之下也有可能會影響 例如類似《反黑》這些劇 卡斯沒有那麼多人去投資 現在就算好 《反黑》之前有個第一季成功的 你才有第二季 如果是遊靈的話 應該很難叫人投資這些劇 歡迎大家留言 你又怎麼看這件事呢 今天結束新聞就先說到這裏 以後再分享其他娛樂新聞 就是這樣 拜拜